我们一同祷告 谢谢天父 我们今天再一同欢喜 快乐庆祝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的 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 不只是这几天 不只是这一天 让我们天天都有这样的心 来纪念主 你为我们的降生 你为我们的受死 你为我们的复活 你还要为我们再来 感谢主 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真是因着主你救恩 因着你自己在我们生命里的缘故 让我们能够慢慢慢慢 长成满有耶稣基督的声量 有你的形象和荣美在我们身上 来彰显你的荣耀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十月怀胎下面是什么 一朝分娩 就是说这个做母亲的都知道 在时候满足的时候 孩子就会生下来 但是时候没有满足的时候呢 叫什么 叫早产儿 对不对 早产儿有时候常常身体啊 或者自力不是那么健康 因为还没有完全就 从母亲肚子里积着出来了 但是好像有些名人也是早产儿 据说丘吉尔 据说爱因斯坦 好像也是早产儿 我们不说 但是大家还能不能想起一些时候满足的一些话语 比如说刮手提落 还有什么 大家能够想起来的 一些时候满足的一些话语啊 成语啊 什么的 公道自然成 对对对 也是很好的 还有这个语意丰满啊 这些等等 那弟兄姐妹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是 人所看为的时候满足 那今天呢 跟弟兄姐妹分享一段经文 其实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因为在圣诞节的期间 我们要来思想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 这一段经文也是可以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的 这是加拉太书第四章四到五节 我们看这个屏幕上所打出来的 然后我们一起来跟着读一遍 极致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所以我们 第一个方面来看一看什么是时候满足呢 这里说极致时候满足 极致就是到达到达那个时候满足的时候 世人做一件事情 弟兄姐妹 你们是不是常常讲究 要做一件事情要天时地理人和 对不对 我们说这个事情就一定能做得好 做得成功 那神的时候满足呢 其实也包含这三个层面的意义 天时地理人和 什么是天时呢 是神的时候 是上帝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什么呢 就是他早就预定的 早就计划的 早就安排的一个时候 到时候一到了的时候 这个事情就要成就 弟兄姐妹 大家如果看圣经的就知道 在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 430年的时间到这个时候 一满足的时候 神就拆遣摩西 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那在西乃山上 摩西把神给他的律法 再传递给以色列民 从那个时候到马拉基先知的时候啊 150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 从摩西接受神的律法 然后到最后就约的最后一个先知 马拉基先知的时候 1000多年过去了 那以色列民在这个律法的约束下 他们以为靠律法 行律法 守律法 背律法 在这个律法的约束下 那弟兄姐妹 律法就像一个儿童在小的时候 一个孩子在小的时候需要一个监护人 但是当这个孩子长大以后 他还需不需要监护人啊 就不需要了 每个国家的法律不一定 有的说是18岁 或者21岁 或者多少岁 需要这个以下都需要监护人 这个律法呢 就像孩子小的时候的那个监护人 孩子长大了以后 就不需要监护人了 律法的功用也是这样 是要把人引向耶稣基督 那耶稣基督来临以后 律法的功用就满足了 那弟兄姐妹 所以当后来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他说日期满了 天国尽了 你们当悔改 干什么 信福音 这是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 说的这样的话 那弟兄姐妹 神的时候是在他这个早就预备 预定早就计划安排的 但是我们人呢 我们人的时候呢 想一想 其实有两件事情是我们人 无论你多么有能耐 都没有办法控制在自己手中的 哪两件事情呢 无论你是多么聪明 多么有权势 多么有钱 第一件就是极致时候满足 神要来收取我们的性命 这个事情是任何人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地位的人 都没有办法自己掌控 作为传道人 作为牧师 我参加了很多人的安息礼拜 有年长的 有年幼的 甚至最小的 你们猜我去参加过一个 最小的一个人的 安息礼拜是多大年纪 是对 就是婴孩 婴孩的那个安息礼拜 然后最长的 有一百多岁的 那看这些 当我们去参加这些安息礼拜的时候 看安息的上礼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去的人 如果你跟他是朋友 如果你跟他认识 你会有很多的感慨感叹 那么今天你还给我们时间 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要做什么呢 要珍惜神给我们的这个时间 要好好的跟家人相处 要好好的爱护你边上的朋友亲人 要你觉得得罪了谁 要赶快抓紧机会跟他道歉 不要说等啊等啊等啊 所以这些都是提醒我们 极致时候满足 神就要收我们的性命 但是这个时间 谁也不知道 第二件事情 我们任何人也没有办法掌控 那就是极致时候满足 耶稣基督就要第二次再来 那就是世界的末了 这也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 那弟兄姐妹 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要神给我们 已经信耶稣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怎么样 要常常的聚会 不可停止聚会 第二不要停止领主的圣餐 第三呢 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第四要赶快传福音 这是我们今天 神给我们的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可以做的 那弟兄姐妹 说到天时就是神的时候 上帝的时候的时候 那还有地利 那地利是什么呢 在耶稣基督要降生之前的那个时代 当时的世界只有两个帝国 一个帝国就是这个汉朝的 那是在中国 但是汉朝的那个时代呢 只统治了五千多万人口 另外一个就是罗马帝国 那个时候统治了多少呢 一亿多人口 所以罗马帝国当时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帝国 那正因为这样的缘故 所以当时有一句话说 条条大路通罗马 所以这样的交通的便利 然后这个帝国的强大的 这个统治的版图的强大 为当时传福音也带来了便利的条件 这是地利 然后人和是什么呢 人和就是在当时希腊文化的传播 让当时的人的联系比较密切 但是希腊文化里面有一个东西 就是特别多的什么假神 哇 要不就是太阳神 月亮神 男神 女神 什么很多很多的神 这些神泛滥的缘故 使当时的人慢慢慢慢对希腊的假神 失去信任 他们想要寻求一个真正的真理 寻求真神 他们盼望弥赛亚的降临 而且从马拉基先知以后 犹太人 犹太人 从马拉基先知以后 四百年的时间 神 再也没有猜浅任何的先知 对他们讲话 所以他们已经等待的非常的疯狂了 等待的急不可赖了 这个时候 我们也看见 人心也为耶稣基督的降生 做好了预备 所以天时地利人和 你们看四福音里面记载 当施洗约翰出来传福音的时候 为什么他能够一呼摆印 一呼牵印 他一呼召那么多人都 究竟他去悔改 接受他的洗礼呢 说明人心也预备好了 那弟兄姐妹 这里说到极致时候满足 是神的时候 这个三层含义是天时地利人和 都已经预备好了 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要 为我们降生 那这里的话继续告诉我们 时候满足就干什么呢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神就差遣 神就差遣的时候 我读这些经文 我反复咀嚼的时候 我就想到神那种爱我们的爱 神就 你看毫无保留 立即的行动 一点也不后悔的 差遣他的儿子 弟兄姐妹我问你们 现在你的孩子无论是女儿 无论是儿子 你都看得很宝贝 你要差遣他到一个什么地方去 从落后的国家到先进的国家 那没有问题 对不对 从这个贫穷的家庭到富裕的家庭 也没有问题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来看看 耶稣基督神的独生爱子 从居所来说 他是从什么 从荣耀的宝座到哪里 到出路的简陋的马巢 他是从圣洁的天庭到哪里 到罪恶的世界 这是他的居所 你看这样的变化 然后从他的身份 他是从什么 从尊贵的神子到卑微的人子 然后他的身份 从这个宇宙的主宰 然后要到众人的仆人 做每个人的仆人 然后从天国的君王 最后被列在罪犯之中 这是他身份 看见没有 神就差遣他的 还有他的生活 从那个荣华富贵到至贫穷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格林多后书说 因着他的贫穷 我们可以成为富足 他为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 因着他的贫穷 我们可以成为富足 成为质贫穷 质贫穷就是 我们生下来的时候 还有一个小床 我们还有至少有个破棚 记得有一个 现在已经在北家的一个姊妹 以前在我们这里的时候 他常常跟我们有时候 跟他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他说 哎呀 他就说 我们家虽然寒窑虽小 却能遮风雨 但是耶稣基督说 湖里有洞 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至贫穷为我们 然后他从一个非常的享受的一个环境 到一个苦难重重的环境里面 你看从他的居所 从他的身份 从他的生活 差遣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差遣他的儿子 而且是为女子所生 为什么要为女子所生呢 因为我们知道 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 人的繁衍就是男女同房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 为女子所生 一个神要成为人的样式 说明他有人的性情 人的样式 但是这个女子呢 原文当中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童女 所以他是为童女所生 是圣灵感应 今天在座的 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 对这件事情还信不来 说圣灵感应 我没有办法相信 虽然他说他已经相信了耶稣 但是他觉得圣灵感应 他没有办法相信 所以我们星期五晚上查经的时候 有弟兄姐妹问 为什么摩西要举着那个铜蛇呢 因为蛇啊 那个有毒 但是铜蛇呢 有蛇的样式 有蛇的形状 但是却没有蛇的毒 那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要成为人的样式 他有人的性情 人的样式 人所有的一切 但是他唯独没有罪 所以这才是童女所生的目的 就不带着任何的罪性 也没有任何的罪行 弟兄姐妹 看见没有 这里告诉我们为女子所生 你我都是为男子所生 为什么 如果没有父母亲的同房 没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这也是神给人繁衍的一个奇妙的事情 一个奇迹 那这里继续告诉我们 且身在律法以下 为什么要叫律法以下呢 律法就律法 为什么要律法以下呢 因为这里有犹太人的一个背景 就是犹太人小的时候 他们都穿一种袍子 这个袍子呢 最底下有一个紫色的边 这个紫色的边 就是一直要跟着他 到一定的年龄的时候 到成人14岁之后的某一天 满了14岁之后的某一天 他的父亲要带着他 到一个公共的场所 给他行一个成人礼 然后事先做好了一件 另外一件袍子 然后把他身上的那个 带紫色边的袍子脱下来 给他换上那个 没有紫色边的那个袍子 然后带着他 在这个公共的场所出入 别人看见他以后 这个孩子已经成人了 那么在他没有成人的时候呢 他不需要肩负法律的责任 他成人了以后 要肩负法律的责任 这是一个背景 那耶稣基督是神 差他自己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身在律法以下 那么他生为犹太人 他要尽犹太人的本分 所以他的父母带他 第八天行割礼 12岁以后上圣殿去 这个等等等等的 这些都是他父母 要带他所尽的这些本分 那这个身在律法以下 身在律法以下 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后面两个目的 什么两个目的呢 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的时候 我就有一点感慨 这里说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那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又思想神的话 当我思想神的话的时候 我就在想啊 你看耶稣基督神差遣他 他也是这样的愿意顺服 所以今天当我看到 当我读到 当我跟那些宣教士们交通的时候 交流的时候 我是非常的佩服这些宣教士的 因为为什么 他们不是在自己优越的 这个环境里面 而是要换一个地方 来效法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 苏弟兄苏姊妹的儿子 Paul他和他的媳妇 要走向宣教工厂的时候 我们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祝福 我也为他们常常羡慕 我就常常对我的老大说 大女儿说 什么时候你们这一对 也能够走上宣教的工厂呢 哎呀 我们毕业以后啊 神就让我们给我们恩赐 用金钱支持宣教士就好了了 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感动 他说我们将来就用金钱 支持宣教士就好了了 哎呀我们只有为他们祷告 求神来带领来感动 当神感动一个人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奇妙 那个安排 那个这些细节 当然苏弟兄可以跟我们讲很多 他儿子的这些细节 那另外的宣教士 很多的宣教士 也可以讲很多的 他们怎么样蒙神呼召 走向这样的工厂的 特别是今天早晨 我在车上的时候聊天 跟一个姊妹说 我们下午聚会的这个越南教会的这个牧师 他有四个儿子 然后他父亲有十个儿子 然后我们就在想 我说找个机会 我跟这个牧师交通交通 因为在越南那样的环境里面 大部分人 绝大部分人都是信佛教的 而且他的爸爸生了十个儿子 没有一个女儿 那他为什么能够走向这个全时间侍奉神 能够完全奉献给神的这样的道路 他有中间有什么样的美好的故事和见证 我说找个机会听一听 因为他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弟兄姐妹 看见没有 当神说差遣他的独生的儿子 然后来到这样的一个罪恶的 来到这样的一个贫穷的 这样一个充满的矛盾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 他干什么呢 他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所以当我读这里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是耶稣基督要降生的目的 就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 这里告诉我们犹太人 他们有律法 他们神给他们颁布的这个律法 他们可以是说在律法之中的 然后律法以下的呢 就是指那些所有的 没有犹太律法的外邦人 包括我们中华民族 没有犹太律法 但是怎么样呢 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 都是需要被拯救的 所以当这句话说 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就是包括了所有的人 无论是律法之上 律法之中 律法以下的人都要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来蒙拯救 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已经信靠了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律法了呢 不是 我们不是没有律法 我们是什么 是超律法 是超越律法的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 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 我们不再受这个律法的挟制 我们服事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爱的缘故 所以更应该超过那个规章制度 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说 我们教会应该定一些规章制度 我不是反对定规章制度 但是规章制度只是限制我们什么 限制我们没有办法用爱来服事 一个用爱服事的人 不需要任何的规章制度 因为他会超越这些东西 他所做的 他所摆上的 他所要彰显在别人面前的 都是从心底里面那个爱的流露 不需要那些规章制度去限制的 弟兄姐妹 当我们说到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我们已经是被赎出来的人 我们已经是不是没有律法 是超越律法的人 但是叫我们干什么 叫我们要得着儿子的名分 这里说的是用的名分 但是当我读这节经文的时候 我在想那个叫我们 这里没有写叫你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叫他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叫大家得着儿子的名分 他说叫我们 我反复咀嚼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想 哎呀神的话真是奇妙啊 当每一个人 无论你已经信耶稣 无论你还没有信 你只要拿起圣经读到这句话 你只要拿起圣经读到这句话 就是叫我们 你就马上想到跟自己有关系了 只要任何人他无论相没相信 他如果读到这句话叫我们 他就想到哎呀这个我们里面 一定有我 一定有我的 不是说叫你们 叫他们 乃是叫我们 非常的让我们得安慰啊 弟兄姐妹 但是当我读的时候说叫我们 我就想到每一个读的人都跟你有关系 现在只要你怎么样 只要你真正的愿意跟他有关系 愿意跟他有连结 愿意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份 你就可以得着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而且这个名分呢 中文在这里呢 不是特别的贴切 这里是地位更加好 就是儿子要有儿子的地位 不只是有儿子的名分 今天你如果生十个儿子 刚才那个我说那个越南牧师 他有十个兄弟 他的父亲没有生一个女儿 生了十个儿子 那十个儿子 假如我不知道他的父亲 也许别人的父亲也生十个儿子 假如这个父亲是一个非常 这个有钱的 或者非常的一个大的公司的董事长 他有十个儿子 那这十个儿子是不是每个人都要接他的班 做董事长啊 可不可能 不可能对不对 他一定要在这十个儿子里面 选一个儿子来接他的班 做董事长 不可能 其他的十个儿子都有儿子的名分 都有儿子 都是他生的 但是只有有一天 有一个儿子可以接他的班 做那个公司的董事长 所以这里说 我们要得着儿子的地位 要把儿子放在儿子的地位上 这就是耶稣基督 他为什么要救赎我们 他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律法下赎出来的目的 要我们 就是要把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 要放在儿子的地位上 所以 圣经上告诉我们 他在许多弟兄中做什么 长子 耶稣基督是长子 我们都是弟兄 这个弟兄也包括姐妹了 在圣经当中 当提到弟兄的时候 不是说把姐妹排除再来 除非一些特殊的一些章节 但是大部分的都是说到弟兄的时候 是包括姐妹的 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这是告诉我们 要把儿子放在儿子的地位上 还有呢 还有经文告诉我们 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 哪里去啊 荣耀里去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 这就是耶稣基督 他降生的目的 然后把我们从律法下赎出来 然后要把儿子 要放在儿子的地位上 你不要只是有儿子的名分 你还要有儿子的地位 所以英文用了一个很好的字 英文这里说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他用的是adoption 他是用的一个收纳 是神主动的收纳我们 不是我们 这个有值得可夸的 不是我们有值得什么 可以炫耀的 是神主动的收纳我们 然后要把我们放在儿子的地位上 他用的这样一个字 让我想起来 今天我们本来是这个外 我们本来是丢在路边的 我们本来是弃儿 但是主 神主动的收纳我们 让我们成为 有儿子的名分 又有儿子的地位的人 但是当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 耶稣基督降生 有神所预定的时候 在这样的时候里面 他为我们而降生 他降生的这个目的是要把我们赎出来 那弟兄姐妹 我今天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在座的你我 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你对你现在的人生满不满意 你对你现在的生活满不满意 你对你过去信主到今天 你的属灵的光景 你满不满意 哇有一个人他一直说满意 那太好了 什么时候请他来为我们做做见证 为他请他来为我们做做他 这个在这个前年里面 信主的这么美好的见证 都是满意的 我就在想我成为这个传道人 牧师这些年来 哎呀我的服饰哪些是满意的 哪些是不满意的 我省察自己 哎呀真是很多的亏欠 很多的亏欠 还不要说当我到神面前 哪一天什么时候 把我接走的时候去交账 我就说现在用人的标准来看 都有许多的不满意 所以呢弟兄姐妹 无论是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 还是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 你们今天啊 常常有许多的不满意 据说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幸福指数的排名 你对你的生活认为幸不幸福啊 满不满意啊 你们说排在第一位的是哪个国家 美国吗 不是 是丹麦 丹麦人的幸福指数排在第一位 美国只排在第十一位 中国大陆排在哪 第几位 一百一十二位 一百一十二位 幸福 这是最对民意的这些调查 当然这些调查综合了很多很多的因素 才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个结论是二零一二年的 对幸福指数的排名 那弟兄姐妹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想想我自己从小到大 现在你们每个人的人生 你所追求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啊 我想想那个三十年前啊 三十年前大家追求什么呢 追求那个手表单车录音机 那个时候啊 有这样几样东西都很满足了 但是二十年前呢 二十年前因为我刚结婚了 那个时候追求什么 我想起来了啊 彩电冰箱洗衣机 现在都算不了什么 对不对 十年前呢 十年前大家追求 这个可以手拿着电话在外面打 然后脖子上挂着傻瓜 傻瓜是什么 照相机对不对 然后呢 回家可以打开电脑 十年前大家追求的 但是现在呢 就是房子汽车 还什么 我说不出来了 各种各样的东西 越来越多 但是你们看见没有 三十年二十年 十年的这样过去了 好像这个物质越来越丰富了 但是问大家的时候 并没有觉得 你比过去更幸福啊 你比过去更满意 你现在自己的生活啊 你比过去更满足于 现在自己的生活啊 有没有啊 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 所以我们常常说 这个幸福的指数 满足的指数 不一定跟这个物质完全的挂钩的 当然 你也不能说 我天天一天三顿饿的肚子 我就很幸福了 没饭吃 也幸福 弟兄姐妹 当我们提到这些的时候 那我们想一想 今天神的时候满足 那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够觉得 我是一个完全被神得着的人 愿意把我自己剩下的时间 无论我现在二十多岁 四十多岁 六十多岁 八十多岁 还是像我们在座的年长的几位 鱼妈妈 丁妈妈 任妈妈 都是九十岁的人了 那我们是不是就觉得 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或者有的人说 我还有大把的时间 无论我怎么挥霍人生 但是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清楚 我们清楚 前面我说的 有两个时候 我们不能控制的 什么时候神来收我们的性命 我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耶稣基督再来 我们不知道 我在这里 先暂时做个假先知 我说的不是真的 就是 也许 也许 我们这一代人 能够真的看到 耶稣基督的再来 也不一定哦 因为根据各种的迹象 各种的迹象 表明真的 耶稣基督快要再来了 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的 每一天 如果都当作是人生的 最后一天的话 那么我们人生的态度 真的是会很大很大的 不一样 我们一同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 在今天这样一个 特别的时刻里面 我们借着这样的经文 来提醒我们 神的时候满足了 就会要施行 他所要施行的事情 无论是当年 神带领 以色列人出埃及 满了四百三十年 还是后来 他灭亡 索多玛 俄摩拉的那个时候 还是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降在这个世界上 在公元的那个 公元的一年的那个左右 耶稣基督降生 目的是要救赎我们 是因为他的爱的缘故 完全是为着我们的缘故 不是为着他自己 因为如果为着他自己 三位一体的神之间 有完全的团契 有完全的爱 有完全的交通 不需要我们 但是为着爱我们的缘故 他甘愿来到这个世界上 受贫穷 受羞辱 受质大的痛苦 主啊 感谢你 让我们思念 这样的爱的时候 就让我们借着 在这样的期间 我们参加各种的聚会 各种的party 各种的这样的交易 都让我们有机会 把耶稣基督 介绍给我们周围的人 谢谢主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时候 不在我们每个人 自己的掌管之中 让我们珍惜 神给我们的每一天 让我们在将来 神无论在哪一天 带我们走的时候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 在神面前交 那我们当交的账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